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还是有轻微的上涨 那么同时呢 昨天澳联储也发布了最新的利率声明 继续维持澳元现有利率1.5%不变 中国方面继续是十一国庆长假 上证指数和深圳方面呢是休假没有开市 欧美方面呢 欧洲方面由于这个德国指数 特别是由于德意志银行上涨2.8% 带动了德国指数呢 反弹1% 英国和法国也因此获利反弹1%至1.3% 那美国方面呢 继续在周一的价格继续盘整 使行为下跌0.5% 那美国目前的走势呢 就继续在18000点至18500点 这上下500点之间来回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 昨天这个黄金价格出现了超过3%的暴跌 从1316直接是跌至了1270附近 跌幅呢 达到了惊人的45块钱美元 油价呢 则继续保持目前价格接近50美元不变 轻微下跌0.4%左右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说的热门话题呢 就是两点 第一就是澳联储10月份的利率声明会议 以及呢 昨天晚上发生暴跌的这个黄金事件 我们知道呢 昨天下午两点半 澳联储是发布了最新的10月份利率会议声明 根据现在情况来看呢 依然是没有加息 也没有降息 那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根据最新的这个利率声明 那么第一点呢 继续跟上个月是基本是一样 就是说到呢 现在澳洲的通胀很低 物价上涨得很慢 因此呢 目前维持在低利率的政策是合适的 可能呢 也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第二点呢 也是跟上次一样说到呢 澳元如果太高 将会影响到澳洲的经济 因此澳联储是希望澳元是保持在弱势的 比较弱的一个范围之内 第三点呢 是跟上次有所区别 说到呢 现在呢 这个中国的经济虽然呢 各项政策有所出台 但是整体的经济的放缓依然没有得到改善 那么因此这个总体来说的话呢 现在澳联储的观点是偏向于中间靠弱 靠左 靠左 换句话说呢就是 对于整体目前的经济是保持了谨慎的乐观 但是呢 阴云依然没有散去 我们知道如果未来几个月中国的经济数据是差强人意的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改善 那么铁矿石以及其他资源的价格呢 将会回落 同时呢 这样一来就会拖累了这个澳洲的股市和澳洲的经济 因此呢 由于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担忧 使得澳联储目前的经济这个衡量的货币的政策目标 依然是随时考虑着降息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现在可以暂时按兵不动 那么考虑到呢 美国有可能在今年的12月进行再一次的加息 那如果美国加了息 那么澳元在12月继续降息 12月之前继续降息的可能性相比较呢 就比较少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就是黄金的暴跌 我们知道黄金价格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呢 一共是暴跌大约是最多48美元左右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黄金突然出现如此的暴跌呢 那我今天早上呢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一条能够与黄金出现40美元级别下跌 这样类似的重量级消息 美元也没有暴涨 虽然是涨了一点点 但根本就称不上是暴涨 世界上经济呢 也没有说特别好 天上也没有下雨 下潜雨 也没下金子 那为什么这个黄金价格突然暴跌呢 找来找去呢 有一条是传闻的消息 传闻说 欧洲央行有可能会减少现在的量化宽松的规模 从800个亿降到700个亿 但是随后欧洲央行立刻澄清这是一条假消息 仅此而已 就是难道就靠这条消息 黄金价格从1317 直接现在是跌破了从1月份以来的 从来没有跌破过的日线级别上涨信号 这到底是为什么 所以从目前来看 黄金价格呢是跌了这么多 那跌了40多近50美元 它还没有轻微的反弹过 所以如果我们做短线的话呢 投资者目前可以密切的关注黄金价格 如果黄金价格你如果是激进一点 完全就可以现在进场 止损就设在今天早上的最低价 1265 那如果你是相对保守一些的话呢 则可以等待黄金价格在冲上了1274之后 再去考虑进场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单个产品 首先呢来看一下澳洲指数 那澳洲指数呢 现在的形势应该说是不容乐观 现在呢是出现了过去两周以来 就是9月1号到现在 9月15号到现在以来 第一次一小时级别的 有可能被打破的一个讯号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考虑的政策呢 整体上就是万一这一小时真的跌破之后 我们就要挂单了 卖出单今天挂在5435点 然后买入单呢 则要重新等到这个一小时图上了之后 选择呢在5475的价格挂单买入 如果你再保守一些的话呢 则可以等待再往上一条的关键线 在5500之上 5505的价格再去挂单买入 再来看一下澳元方面 那澳元呢 昨天是跌破了我后来说到的0.7650 之后是一路下跌 跌到了第二条支撑线 心理价0.76 刚好是守在了0.76的关键心理口 现在呢再次反弹 那从目前 0.76的价格已经去过两次了 构成了一个W型的双底结构 我们的意见呢 我现在来看呢 只要W上了左边或者中间的高 这个中间的这个最高价 我们就可以进场买入 这个价格就是在0.7628之上 就可以进场买入 那么如果你在0.7628进场 止损呢 就是以0.76为参照 那或者你保守一些 等到大家上了一小时线 0.7653再去挂单买入也可以 那么在卖出方面呢 既然说了0.76没有跌破 我们就等它破了0.76之后 在0.7595的地方 可以挂单卖出 再来看一下 今天来看一下德国指数 德指呢 在昨天曾经一度 在德意志银行的帮助之下呢 重新返回到了10500的上方 而且冲上去了100个点 最高达到了10650点 但是很不幸呢 今天早上是再一次跌回了 10500之下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选择挂单 今天我们激进式的买入呢 依然是设定在10550点 稍微向上挪一点 在10580点选择挂单 保守一些 则可以在昨天的最高价 10660冲破之后呢 再去挂单买入 而卖出的方面呢 我们则可以把挂单 设定在10480的价格 破了10480 我们再选择挂单卖出 但是德国指数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 从长期来看呢 德指呢 在目前来看 只有最终上了10800点以后 它的趋势呢 才会被巩固 它未来呢 才有可能进一步上涨 因此 10800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 一个价格 只有上了这个价格 德指呢 未来呢 才有希望 最后来说黄金 黄金呢 就刚才就已经说到过了 就不多说了 基本上在暴跌50块钱之后 我们猜测呢 它有可能会有一波上涨 但是由于我本人一直是反对 去提前进场抄底 因此只有在现在一半12265 没有破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考虑进场 刚才说到的就激进的办法 直接现在进 止损设在1265 保守一些 则在在昨天晚上曾经有一次小反弹的顶部 1274冲破以后 挂单买入 1274的话呢 上了之后 我们也可以再去进场 止损价呢 就设在这个1265 当然了 如果它再往下跌 我们也可以再跌破了1265呢 你在1264或者是1263 也可以选择挂单买出 那么最后呢 今天投资者需要注意的事件 今天的事件呢 稍微有些多 上午11点30分 澳洲的零售业数据 下午的7点半呢 英国服务业PMI 到晚上11点15分 美国的小非农数据 到了晚上11点30分呢 是加拿大贸易数据 再往后看 凌晨1点钟 美国的非制造业PMI 以及呢 1点半最后的原油储量数据 所以今天晚上呢 是一箩筐的东西 主要影响的货币呢 就包括了加元 英镑 以及呢 黄金 再加上美元自己本身 那由于周五的晚上 会出现大非农数据 因此呢 现在这个小非农 是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提示作用 感谢大家 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